大家好,这里是穷色几欲,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在过去几期影片中,我们聊过中国特种兵旅行这类话题 还有年轻族群从金智琼转向理性消费的过程 而在当前,中国有一个广泛的社会现象出现 那就是人们口中的心词称老式消费 越来越多年轻人注意到老年消费的吸引力 他们发现这些本应锁定老人的服务与商品 出乎意料的特别适合自己 中国年轻人消费选择的转变 目前已涵盖各大领域 我们翻找最近中国网络热色用词 发现有许多相关的讨论话题 当前正持续升温 像是越来越多年轻人放弃浮夸的网美餐厅 选择到简朴的老年食堂用餐 有人则纠团到老年大学上课 在一票白发足同学的身旁学习各种记忆 而在旅游方面就更不用说了 之前的老年团宠那期影片中 我们也介绍过 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报名特价的西洋红旅行团 而在逛大型百货商场时 也有许多年轻人放弃上楼 只需B1、B2、吃吃美食间 买买平价商品 本影片就要为朋友们带来 年轻人蹭老式消费 登上中国社群热搜话题 这背后有哪些底层逻辑 如此广泛的社会现象 当前出现在哪些领域 而最后也会讨论 中国商家是否意识到这个现象 作为商品服务的供应方 他们又做出哪些改变 在消费偏好巨变的情况下 借此收获更多的利益 2023年末 中国网络社群 涌现一系列热搜字词 这些广受关注的话题 背后有一个共通点 那就是年轻人的消费转变 在微博上 年轻人逛商场 持续B1、B2 引发热烈讨论 之后人们更创造了一个新词 蹭老式消费 蹭老式消费描述的 是年轻族群的消费选择 跳脱过往的刻板印象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中国的经济快速成长 出身小康富裕家庭的年轻世代 并被培养出高度相似的消费理念 他们崇尚美好的生活品质 对未来充满乐观想象 不管个人收入层级 不怕借贷悲债 也要维持精致的生活体验 在这段期间 中国的网络热搜词 是年轻世代的精致重概念 然而 最近这股风向出现剧烈转变 随着经济前景转为黯淡 未来的不明朗 直接影响中国人民 家户储蓄比例拉高 消费力道转弱 而在这其中 刚出社会的年轻世代 对风险的耐受度最低 所受的影响便也最为剧烈 相较之下 人生走了超过一半的中老族群 消费选择较不受影响 也因此 这股转变当前已演变成风潮 席卷各大消费领域 像是类似台湾的高龄社区大学 因为收费便宜 时间弹性 有越来越多年轻人 抢着报名上课 许多中国观察家都注意到 身边的年轻朋友 近年不断抱怨 出社会后 想要选个技能非常费钱 不管是音乐 舞蹈 运动 还是技能进修 市场上面向年轻族群的课程 要价都非常高昂 这些课程多半搭配新智行销手法 将课程本身宣传的非常高大上 绑定了消费者的人生梦想 以此收取高昂的费用 也因此 有这类需求的年轻人 走到哪都被相关广告打中 眼中不断出现高价课程 但当消费力真的跟不上时 需求还是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因此便有许多年轻族群 发现老年大学的美好之处 相较于业界动辄数万元的学费 收费只要几百元 选择非常丰富 师资条件又雄厚的老年大学课程 就变得格外具有竞争力 也因此 这类友善的选项 正快速受到年轻消费者喜爱 而在实旅方面 年轻人乱入老年旅团的风潮 我们过去曾有一期影片专门介绍 这里就简单带过 当前在中国各大城市 有越来越多年轻族群 意识到社区食堂的美好 在其中一个案例中 一个年轻人偶然陪同家中长辈 到社区的评价食堂用餐 本来这里很少有年轻民众的生意 但在真实体验后 这个年轻人才发现 社区食堂不仅价格划算 菜色也绝不马虎 颠覆了过往对老年食堂的印象 类似的消费转变 发生在民生相关的各个领域 年轻族群从金志雄转向更为理性的消费 背后的主脉络 还是要回归整体的经济表现 我们在前几期影片中 就有聊过这个话题 不少报告将此现象 视为中国年轻世代消费意识的提升 从追求面子 享乐文化 转向务实的理性购物 是整体素质的上升 中国餐饮消费趋势报告 就以日本为例 这个东亚岛国的消费者 一路从中产阶级为主的消费形态 经过家庭中心 个人立即是消费 最后来到第四阶段 重视简单实用 报告认为 中国年轻消费者 已表现出第四阶段的部分特征 在消费日趋谨慎的氛围下 锁定追求较高的性价比 但也有另一派观点认为 所谓的理性消费 背后的主因还是没有钱 这是因为某些形态的消费 本就具有奢侈品性质 就像出国旅游 住高级饭店 享受顶级美食 早已跟生存的核心需求脱钩 而在奢侈性质的消费上 讨论理性本就不太有意义 也因此他们认为 中国年轻消费者的神仙行为 背后对应到的 便是境内消费降级现象 我们前面提过 中国年轻人的蹭老式消费 不仅出现在旅游、饮食 培养兴趣与学习技能 还出现在大型商场 在中国城市与社区的规划中 百货公司与大型商场 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这些选择丰富的场所 不管男女老幼 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 而在最近 中国人民开始意识到 不少年轻族群在逛百货商场时 锁定停留的位置 以从过去一二三楼的精品区 转移到B1、B2的美食街 与平价商店 我们知道 有经营好一间百货公司 背后充满经济学与行销学的理论 每一楼层的贵族安排 也都是学问 对于业主来说 地上楼层是最精华的区域 适合高单价的精品专柜 以及高利润的美妆品牌进驻 相较于高楼层的主题餐厅 地下楼层往往是平价美食街 以及花车杂货区 然而就在当前 中国社群上 有越来越多年轻用户表示 相较于高楼层的高消费金额 地下楼层相对便宜 许多人还坦承 自己在逛B1、B2时 才有归属感 以上状况并不只是个案 近期更已演变成风潮 这也让百货业者 逐渐将地下楼层纳为销售中心 在一二线大城市中 有越来越多百货商场 将热销品牌规划到地下楼层 当然某些精品专柜 会保持品牌形象仍高高在上 但整理看来 我们可以发现 商品与服务的供应方 现已逐渐重视这股蹭老风潮 摊开饮食消费数据 越来越多店家向下调整价格品项 以此瞄准年轻客群 朴实无华的老式餐饮食堂 也开始面向年轻客人 开发新的产品 种种迹象都表明 业界已选择接受这股风潮 并尝试从中扩大获利 目前看来 最难改变的或许还是老年大学 虽然年轻人入学蹭老的话题 不断在网路上引起讨论 但我们目前还无法掌握真实的数据 包括就学比例等等 但看向中国老年大学的设立宗旨 以及整体的运作状态 这毕竟属于社会福利的一环 不是纯商业化的服务 如果蹭老真诚趋势 年轻人大局涌入 事必影响供需与运营 最严重的情况下将导致 整个体系失去平衡 总结来说 中国年轻人蹭老式消费的趋势 近期越来越明显 也有更多民众意识到这个变化 部分业者也正积极做准备 试图抢占这块偏移的消费大饼 好了 这集的虫舍就到这里 虫舍精选今天带来 年销600万份的国际牛肉面节 总冠军 汉点极品牛肉面 采用顶级的牛腩条肉与牛腱制作 搭配上劲道的刀销面 八包套装原价1752元 雄舍优惠价1549元 再加送一份塔香三杯机 下单后数天即可送达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号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